您到达意大利以来您观察到了一些什么 您眼中现在意大利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感受呢就是这次他们对中国人这次来的 我们这个来团队特别热情 我们在街上碰到意大利的老百姓 只要看着我们穿的我今天这一套衣服 都会跑 他说他问我们你们是中国来的吗 你们是专家团队的吗 只要知道我们几乎都会表示 有什么需求告诉他 虽然可能他这个意大利人说英语不是非常流畅 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这种关心的这种感情吧 也碰到这里的一个华侨夫妇旁边开餐馆 那么直到我们过来 也马上就表示 如果我们需要任何方面都愿意给我们提供报告 另外一个方面感受 罗马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但是这几天应该看到整个罗马的街道上面 几乎控制了一人 那么也没有多少辆车 路上非常恐怖 绝大部分老百姓带着口罩 昨天去了两个医院 一个是他的传染病人 一个是他的罗马大学的互动院 他都是这次作为收治这个新冠的这个患者的定点 那在跟这些医院的专家进行交流的时候 他们非常想了解中国怎么样应对疫情 怎么样治疗这个患者 采取了哪些措施手段 用了哪些教育 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关注 今天有哪些行程上的安排 然后未来几天有哪些工作计划呢 是这样的 前面这两天主要是在跟不同的机构开会 今天也是跟一些定点的医院做一些专家 做一些交流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中国的侨民在意大利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接着还向一步呢 还要跟我们对意大利的这个中国人啊 做一些沟通 做一些交流 那么告诉他们如何去做 如何去防控 如何去保护好自己 那么接着呢 我们可能还要去北部 北部它的重点的医区 您这次来意大利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我这次过来主要负责 关于康复患者的血浆 应用于临床唯一中有病人的治疗 这一块工作 那您主要是采取怎么样的方式 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抗疫的经验呢 其实意大利的采购血的机构呢 是很小完善的 那么现在应该有一千多个康复的病人了 也就是说他应该有一定的采现浆的基础 所以这个工作是有可能的 我相信他们会发动更多的抗扶者的现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哪些这个抗扶者更适合现浆 更与中国的经验 那么采到血浆应该做哪些检测 处理能够进一步保证 血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三个呢 就是这些血浆保护的血浆采到以后 怎么样应用到临床 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有没有谈论过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现在还没有计划 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所以我们大部分讨论的很多都是下一个工作 如何去了解到这么多的意大利的情况 如何能够尽最大的努力 把中国的经验增加一下 感谢观看